被僵尸咬过的朋友都知道 在末日降临时 要么备好物资再加狗蜜 要么变成妙龄诗诗组团嘎人 可一般人都会恐慌的事 这少年却有点小气动 因为明日个终于不用上班了 男主名叫天道辉 是一家业内相当诈列的 广告公司的 呵呵 说处 本以为有份体面的工作 以后就可以养老躺平 和他却发现这公司有点怪 比如公司里的各种人性化制作 光奇葩带薪年价就占了全年的一半 但却不允许人使用 再比如员工间的内卷 不是比谁活好 而是比谁的加班时间最长 某没穿裤子 更是一月加班200小时的战绩 拿下卷王本王 至于薪水吧 那也是高的礼服 只比低保护领的补贴 高那么一小丢丢 就连领导那也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人 经常对下属嘘寒问暖 让他们真是感动的又不感动 而员工的自我健康管理 更是非常恐怖 什么提神爆肝行脑夜 就像自来水一样蹲蹲蹲狂灌 男主还清楚记得 入职首日的花银趴 同事们的各种毒鸡汤 可能给他疯狂灌输正能量 然而当酒足饭饱时 同事们瞄辨全员服务能量 掏出名牌 就跑回公司狂加班 男主顿是整个人都傻了 才知道 他他妈是入职了一家黑企业 不是头一天就加班 熬肝睡趴公司 每天的日常也是上班 加班加睡公司 直到三天后 男主才终于回了家 虽然自己累得 就像一头苦命二哈 但他就决定把二哈哈到底 是想玩碰碰小游戏 就想看了妹子的笑容 耿得疯狂脑谱 就连公司聚餐 他也能搞点隐藏技能 别人聚餐是聊天干饭 他是为了看妹子顺便干饭 可他还没来得及直求表白 现实就给了他一个暴击 因为他做梦都没想到 女生不止没看上 自己这个东京乌院祖 竟还抱上老总那条大象腿 成了一名合格的 公主保健护理师 男主直接三观心脏碎一地 本想辞了去找夏家 却又担心新公司更黑 黑的就像某小宝一样 关了灯还以为白牙成精了 丧到不能再丧到他 甚至还想挨个卧龟自我送走 那样明儿个就不用上班了 但第二天 他还得被迫出门去当摄述室 却又发现 自己没交停车费 被房东递了罢单 男主本想找房东正面刚一刚 可一开门直接高能来洗 因为房东他喵的 变成了食人竹 不仅把亲爱的啃成了喳喳 还对男主回眸微笑 看着对方那一副 想吃饭后甜点的样子 男主嗷一嗓子撒牙子狂撩 可此时走廊早已成了僵尸聚集地 眼看僵尸银格那儿租突然蹦跌了 可男主却还在担心上班会迟到 直到逃到天台 看到世界的乱象 他才脑子一抽 于是他使出18班杂耍 从40高楼一跃而下 不仅自己没挂 还杂爆了一群可爱小江江 接着他一路风骚走位 带着江江大军各种遛弯 摆脱了射出的他 觉得生活竟可以如此美妙 毕竟以前007的他眼中只有灰色 即便现在身后跟了一群小可爱 但只要可以不上班 这都不算事 于是他开始规划新人生 决定要把以前公司黑去的时间 都给夺回来 好家伙 世界都快灭亡了 你竟还搁那儿畅想未来 人才啊 就在此时 男主想起了自己的梦中情人 于是他一个肾上腺术直上头 觉得做备胎也不是不行 至少先表个白 说不定就拿下了呢 就这样他在街头顺了辆自行车 以牛顿看来都得在棺材里 疯狂坐早操的速度 一脚地板油就杀到了妹子家 可到了门口大门一开 一看到是个老熟人 还怒了 接着男主技能拉满 一招少林铁头功 就把老总顶出窗外 送他体验了一把360度自由落体 在送走老总之后 男主膀胱一扫 才发现 沙芝也已成了僵尸 虽然妹人现在非人非兽 但自己来时路上的二人车 也不能白等 于是二话不说 照样表白 在干了跟江江表白 这种炸裂的事情后 男主一个芥末上头 来到了便利店 顺着我本合笔 写下了 再成为江江后 自己的一百件事 心愿丹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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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